来了来了 嗯 这啥呀 不可能的挑战 盒子里的这个realmix是终极难度里最经典的green 一般人要6到8个小时才有可能解开 而以你的聪明材质 我希望你能挑战2个小时解开这个puzzle 你敢接受挑战吗 我接受你的挑战 那我呢已经特地准备好了 我的祖传格子本和各种颜色的笔 准备等会儿能画地图用的 但是在画地图之前 我还是决定先靠我的脑子好吧 先试试看有没有可能把它给解出来 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 先试一下 OK 我给之前可能没有看过我realmix视频的小伙伴来科普一下 首先呢这个puzzle呢是有两个部分的 其中一个部分就是这根银色这个柱子 这个柱子上呢应该是有个非常复杂的 立体的迷宫的就是有好几层的那种迷宫 然后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通过一定的路线去移动它 最后把这整个柱子拿出来 就puzzle就解开了 OK我们继续 首先它和我之前玩的都一样 就是你看我现在在旋转 当我这个方向转的时候 转到某一个点它就会变得有点卡 然后听 听到没 有咳得的一声我就不能再往回转了 我必须再转一圈 然后 又是咳得的一声 这个和之前的逻辑是一样的 所以我要做的就是当它快要掉下那个悬崖 有咳得的一声的时候 让它往下基本上应该就是有条路的 OK 没错 这个老Revo妹子了好吧 往下之后左右不断去转 看一下这条路 往左往右是否有路线可以走 试一下 诶居然没有 等一下 哇它 它刚从这个入口进来就有三条路 往下 往下之后 我可以一直往右转 往右转就有一条路 这条路走到底之后还可以往上 然后往上之后就肯定回快乐老家了 对吧 你看回到最初始的状态了 然后我再回到这个入口下去之后 往左有一条路 但是它是直接会撞到头的 然后这条路可以一直往下走 好OK 走到下面有一个小路口 我继续往左走的话肯定会和上面一样 它应该也会掉下去 然后再回到原点 对吧 看在这一身 然后 OK 然后又回到了这个原点 所以这里确实有一条快乐老家的路 还有第三条路 当我进入这个路口之后 我一直往下 也是可以走的 然后在某一个小路口可以往左走 往左走就走到我刚才的第二条路线 它还是会掉下去 我看一下如果不往左走 不往左走一直往下 OK 然后可以往右走 往右走之后会撞到头 只能再往下走 走到这里 可以往左走也可以往下走 往下走肯定 对往下走 很明显快乐老家了 不行 我觉得我这个记忆力 唉 有点难度 有点难度 好吧 再试一下 然后往左走 哦 这里我就不应该往左走了 我想一下 因为我现在这条路 往右走向下的时候 它就已经到快乐老家 然后左边全是快乐老家 那么这块区域 我已经完全不需要去考虑了 我直接让它往右走就行了 对不对 对吧 诶 所以想啥呢 对我就直接往右走 诶诶 转到头了 向上走不了 向下撞到了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 它这里有非常多的快乐老家 对吧 但是我现在一路走 走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这边有堵墙 这边也有堵墙 我现在要尝试就是把这个 往这边贴着这堵墙走的时候 疯狂的往右移 看看这边 有没有可能有一条小路 可以穿过去 我试一下 如果穿过去了 大概率就是碰到新大路了 诶没有 我感觉凉了 OK 快乐老家了 我想一下 那我现在先从这条路走上去 这个地方 再往下感觉 诶 撞到头了 往左走不了 那就只能往右走 我看一下这里的快乐老家 这里的快乐老家 要往上走 哦 哦 发现个新的快乐老家 就是它是往右掉到了一个地方之后 横着走之后马上要往上 但是它不能拉到底 就是一条快乐老家是这样子的 还有一条快乐老家 是这样子的 那所以很明显 我这样一换你就知道了 两个快乐老家之间很有可能有条路 要不然它就被封死在这个里面了 对吧 诶 试一下 现在是这边有条路 对上去 没错 再下 OK 没问题 这边就下去了 我现在是00的时候往右转 它会直接掉到第二个这个快乐老家 所以我再往下走一点 走到R路出来 我觉得差不多 OK 再来一遍 看 直接看这个 嗯 好像不行 这条路堵出来 啊 这条死路 它是有墙的 怎么可能 诶 这条路是快乐老家 这里有个要求快乐老家 然后我刚才是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来 但这边一直有堵墙 往上走就掉下去了 往下走就往这边掉下去了 它把路给我堵死了 啥意思 哦 诶 它会不会 我懂了 哦 有可能 它有可能有路 之前那绿松十四你们还记得吗 当时我玩的时候 它有一条路 就是我当时把所有的路都走遍了 发现根本就不可能到它终点 然后我发现 它快乐老家里面藏这条路 那条路是通往终点的 所以它后面也是个逻辑 我走到这个第二个这个快乐老家试试看 我觉得很有可能 想拿捏我它 这边一定要掉下去 会不会下去了 然后 哦 哦 哦 哈哈 我说什么 它靠上面右边有条路 我往上推到底 它就回快乐老家了 看到没 但是我不到底的时候 右边有条路 看到这转过来 哦 哦 这走到哪里了 等一下等一下 让我思考一下 这样这样 然后往上 再往右 再往上 啊 这是哪 完了我现在有点懵了 刚突然走了好多的一步 哦 哦 OK 我懂了 哇 这条路好变态好恐怖 我想一下 它大致的地图上面是一个终极快乐老家 这边是入口 左边有一个差不多这样子的一个快乐老家 这边是一面墙 这里有一个这样的快乐老家 然后这里封死对吧 然后这个快乐老家的这个地方 有一条路 这条路距离是怎么样的 我忘了 但是我刚才走到了一个死胡同 那个死胡同是有这样的一条路线 这里全是死的 但是在某个地方下来之后 再往这走 它就走到了这边的快乐老家的这个点了 所以就这一块 可能我也是不能碰的 我要想办法走到这儿 然后通下去 就有机会了 懂吗 我好兴奋 我现在好兴奋 我觉得可能成了 我觉得我好像画少了 好像不止两条掉下来的 好像有第三条 这里真的有一条小路 我现在这个部分我再给你们画一下 它现在是这样的 这些地方都是不好的地方 就是我走下去之后 我就会回快乐老家的 我现在这个球是从这个口子进来 我要让它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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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这个球走到这里的时候 这个点会对准一个位置 然后这个球走到这里的时候 这个点也会对准一个位置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我要找这两个位置的中间 然后让这个球走下来 如果我这个球一直走到底 它掉到这里 OK我完了我又回快乐老家了 我就要绕出去回到快乐老家 那么我就要先找到它在什么地方会掉下去 然后我再卡住这个关键位置 再让它往左走 就会又进入一个新的地图 我真的有可能可能不需要画这个 不需要画这个版我就能搞定了 你知道吗 我感觉可能差不多了 现在是露出两个零 我就直接走到底吧 OK 现在是挤出来之后 左边有个空顶到头了 我等会应该知道 这个空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往左转了 好吧 难道我要破纪录了 差不多了 再往外拉 走过头了 OK 等一下 再看一眼 OK 提往左走了 哎呀我的手 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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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 再出来 到这 OK到头了 现在就到头了 但是我应该不能往右转 我觉得 我应该往左转 啥 啊 啊 我懂了 我懂了 它下面还有一个很小的地图 然后我在那个地图 再稍微走一走就OK了 我本来以为已经到头了 没想到 好吧 没想到再来 再来 这一波很快搞定 哇 一个flag 成败 再次一曲 差点 差点走多了 等一下 啊我的手 啊 我可以了 我现在能不用食指的地方 就先不用食指 OK 小东西 那个地方真的好容易出问题 它应该是在最后面还挖了一个坑等着我 可以的 我现在不开始 OK 一分钟 一分钟是够的 我这里只要 我只要20秒 只要我能走对 可以 可以 啊 快快快 怎么办 我心态崩了 我真的刚才 我我 我现在心态真的有点崩 就是 我就看在我完全没有记这个本子 我觉得 可以再稍微给我一点点机会 好吗 我 我有没有可能在 啊 yes yes 他转过来了 看到没 这两个点对上 就说明他对了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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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的手 我刚刚敲得太重了 因为我想赶紧给他打开 就是 我虽然超时了 两小时 那个零一分四十五秒 但是 我真的很开心 我完全没有想到 我 我最后是 完全没有用用笔 我没有去 我完全没有去做记录 我搞定了 如果真的 如果真的把我开头 讲那些废话 包括我中间画这些的都去掉 我两个小时内 是真的可以搞定 而且我最后那个想法 就是对的 我看 你看 哇 哎 太变态了这里 就这条路到这个地方 它有多变态 它就这么小的 这么小的一个地方 就我超越自己了 我真的超越自己了 太棒了 接下来我们就用建模来告诉你 它到底有多难 石头 拉脚 太变态了 吗 太变态了 Ont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那视频到这里呢就差不多要结束了 再简单聊一下这个realmate screen 它真的把湖蓝色绿松石色以及蓝色所有的优点都集合在了一起 然后说回我这个挑战好吧 就一开始的时候说实话我是完全没有信心的 我本来是打算先忙走先装个逼然后再用格子本真正把它给解出来 因为用格子本我已经非常的熟练了 但确实没想到在我忙走的过程中我的信心就在不断的积累 然后事实也证明了当你完全投入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往往就有可能得到你根本想都不敢想的结果 所以没有什么事情是真的不可能的 对吧